陈先生 胖房已经准备好 行李随时给您送过来 丝毫不敢怠慢 电视剧里的旅游定制师 不只替顾客体验床 房间门窗也检查 虽然剧情夸张了 但随着大陆高端旅游市场兴起 确实有这么一群人 专门从事旅游定制师 旅行对于我来说 就像一个种子 一直在心里萌芽 在德国学习这一段 我几乎每一个周末 都会去一到两个国家 然后就想 为何不把真正的旅行 作为一个职业 正因如此 他与好友成立旅游公司 专门提供私人定制邮 原本打算选的旅游社 因为它这个线路的制定 都比较死板 所以可能也不符合 我们对蜜月的这种追求 一语道破 为什么不直接选择旅游社 对于这些8090后的 年轻夫妇而言 他们更希望量身打造 专属的旅游行程 即便得花数小时咨询 还得付大约3000元台币的终点费 他们也甘愿 我们想大概就是10万以内吧 我们是按照你整个旅费的 20%这样去收费的 量身定制的私人游 比起一般的旅行团 至少贵两至三成 这趟蜜月行规划了一系列的童话之旅 阿尔斯菲尔德被誉为德国的童话小镇 它是许多格林童话的创作地 只是这些浪漫场景勾不起 女主角的兴趣 第二位啊 我们现在到购物车了 谁在买我自己 19 那我再挑鱼啊 德国司徒加特的精品奥雷卖场 让这对新人买到爱不释手 这也是旅游电制师得要有的观察力 与一般的导游不同 旅游电制师可随时调整行程 专属服务抢的是高达千亿美金的旅游市场 去年大陆的出境有达到1.3亿人次 创下1153亿美元的惊人消费 也让越来越多在国外生活过的海归派 加入旅游电制师这一行 大学是学音乐的 从小学的古增 然后是因为自己特别热爱旅游 当传统的旅游行程 逐渐无法满足旅客需求时 不想跟团 只想追求个性旅游和深度体验的旅客 越来越多 相关的行业应运而生 这就成了旅游电制师的巨大商机 有共同点